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我阿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裏 再去一次新華園 試完最近說了一隻乳甲很多次 說一說一說又想起這裏多好吃 看一看就想叫乳甲吃 看看便宜不便宜 既然是 不如今天就來吃晚飯 這裏由快庫街走過來也很近 上次說過快庫街地車站一出 即行就是了 我們剛才真的不開玩笑 因為太熱了 坐的士來 這裏已經到了 我們先進去坐下再說 這次不是吃蒸氣鍋 這次吃晚飯 我們先進去坐下再說 這間新華園當然上次來吃過蒸氣鍋 很回味它的乳甲 來到時有一個叫二人餐 三送一湯288元 裏面竟然有脆皮燒乳甲兩隻 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 還有這個粟米魚肚羹 還有一個小菜 進來的時候 竟然有遇到網友 網友和我打了招呼 另外這裡的乳豬 乳豬五百九十八元一隻 半隻來說是三百一十八元 我們也看看要不買這個乳豬 因為看起來也不是太貴 只是說三百多元 三一八 一隻我們就無能為力了 因為為什麼呢 下午我剛才也跟網友喝了茶 聊了一會兒吃了一會兒 看看還要點什麼東西 老婆也在看餐牌 我們也在這裡讀一讀 吃什麼東西再跟大家慢慢聊 一開始我們先介紹一隻乳豬 這個是兩位餐 三送一湯 二百八十八元一份 這裡一份可以每樣都選擇 例如海鮮類 燒美類 靚湯類 和精味小菜類 每樣都選擇一款 一來到 就是一隻脆皮燒乳甲 它總共有兩隻 這個燒乳甲 和上次的乳甲 不無多樣 但上次的乳甲 我覺得它燒出來 比較再新鮮 比較脹 看起來會醒神很多 挺身很多 但這次你看看汁水 我也不需要再說任何東西 外面的乳甲 乾燥燥 這裡你看看 多濕潤 很好吃 而且它的皮也很夠脆 雖然你看起來 一定不會是最脆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也脆了少許皮 但它的味道調得很好 不算過鹹 肉質也咬得很亂 不會硬骨骨 死實實的 另外 它也配了 華鹽和潔汁 兩樣東西 華鹽我比較喜歡 比潔汁多 華鹽也很好吃 不會過鹹 在我來說 這個華鹽也很好 潔汁 我沒有點到 但老婆有點到 她應該比較喜歡吃 沒那麼鹹的東西 會好一點 這鍋是 粟米魚肚羹 是兩位餐三重一 四種湯品其中一行 第一款 粟米魚肚羹 第二款 鹽西魚片湯 第三款 西湖牛肉羹 第四款 白菜仔肉片湯 亦可以加80元轉燉湯 或者加50元轉冬瓜粥 不過都是每位一粥 拿到上桌的時候 買上都相當不錯 剛才我試過一碗 就有八分門 這一粥就有七分門 濃潔程度 做得相當之好 而且魚肚份量都落得夠適量 粟米 其實我吃下去就很滿意 不過 選用這個品牌 就不是比較甜的粟米 它是淡口一點 所以它的湯匙有鹽調味的時候 粟米的甜度就不太突出 它會喝下去有一點鹹味 但口感都相當不錯 加了蛋白打獻也相當多 吃下去口感是不錯的 只不過選擇了粟米不夠甜 我就覺得如果換了第二個品牌 會更加好吃 剛才老公也試了一兩匙 好不好吃 這個的確是挺好吃的 調味也很適中 濃潔度也剛剛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些東西很多時候出來 是不熱的 它這個是夠熱的 我很相信它新鮮推出來的 這個 不是說真的現成整落了 浸著而筆出來給大家喝的 這個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剛才我跟老公說 你千萬不要這麼大膽 因為真的很熱的 它就啪一聲 第一匙又筆了下口 然後它說 嘩 又真的挺熱的 幸好它沒有辣碎 這個都是套餐裡面的海鮮類 其實有很多東西選擇 有懸貝 生蝦 聖子 鮑魚雞煲等等的東西 當然看到有青蒸沙巴仔 當然是叫一條魚 這條魚來到 它沒有說有多重 只是說青蒸沙巴仔一條 一條來說 我估計這條最少有12兩 所以認真不錯 這條魚 我首先一看下去 嘩 看看麵豬燈 乾燥燈的 爆了口 想著不行了 豈不知你一叉開 就真是另一個世界 你看看裡面的汁水 裡面是蒸得剛剛好 裡面的魚味是很夠的 你看看 真的不是過了火 當然是否還有一點紅 完全不是 你看看 看到嗎 多滑 醬油也放進去 醬油也不太多 而且這個醬油不算太鹹 我覺得很適中 雖然它不多醬油 但我覺得點下去 已經剛剛好 你看看老婆 就算瀝一瀝少少給大家看看 它醬油也不少 這條小沙巴仔 我覺得也挺划算 其實說真的 這條魚 鹹鹹地都六十幾七十元 最少外面賣 你想想 它也做給你吃 收你這樣的價錢 一個餐 還想怎樣 這個我覺得挺划算 而且好吃 這碟是聖瓜炒牛肉 屬於三重一湯兩位餐 精味小菜類其中一款 它總共有十二款小菜 一提起聖瓜炒牛肉 又令我聯想在將軍澳會館 記不記得我說它的聖瓜 出水 沒有梨聞味 好像調味等於沒有調味 其實煮聖瓜 真的很難度高 這裡去皮也去到八八九九 你看看碟底 仍然有很多水 不過打斜度 它是稠的 你能否看到 流動力很慢 結果我想說 它和將軍澳會館 真的在欠這個步驟 它其實打了薄獻 將味道全部打緊 雖然有很多汁水在碟底 但起碼我吃所有材料 包括雲耳 牛肉 聖瓜 洋蔥 唐芹 和甘順片 它都是有味道的 而且原先材料的味道 都吃得出 首先是聖瓜 它是很清甜 加上少許鹹的調味 非常好吃 甘順片和唐芹兩樣 亦都很爽 很好吃 洋蔥 它都兜到已經是半透明狀態 但仍然吃到洋蔥的清甜味 雲耳 吃到醬汁的調味不止 還要吃到有脆口的感覺 至於牛肉方面 它是調了味 還有它有醃過牛肉 還有它有用鬆肉粉 輕輕鬆 但牛肉原先的味道 仍然保留了起碼一部份 在裡面不會鬆到肉 撕出來 沒有味道 非常好吃 吃下去有多少像 莊品檔的滑牛 它的質感 可要師傅 調味也相當好 這碟聖瓜 是用少許蒜蓉 都加上蒜蓉和醬汁一起吃 是非常好吃 我猜不到二人餐 它的份量都比得多 有少少 它比我的份量和感覺 比茶餐廳的晚餐的份量多 所以我覺得它的小菜 出品是不錯 而且份量一點都不顧 給得多足 這是乳豬全體的其中一份 因為我們進來想點半隻 半隻318元 為何我們會突然加上這份乳豬 這個是例牌 138元 試完我們的餐料都到了 又是那句 我都沒有開咪高峰 他就說 你們這麼多食物能不能吃完 我說 我想點半隻乳豬 你們沒有 其實本身的命令 是一個男的 屬於經理或部長 女的侍應過來就說 好像還有一份禮牌 你要不要 我問我 我說如果廚房有我要 足指她進去問完 是真的有一份禮牌 而且我們也點了一碟炒飯 她就說 你們點不點白飯 我說點了一碟炒飯 她就說 是 我們雖然吃得厲害 也不是這樣吃 試完 為何我們今天要點乳豬 就是說 今天網友 他們再有下一場節目去吃飯 就是吃糖展乳豬 我又是看到 又引到我立即要叫來吃 終於我就點了一隻乳豬 點了一份 嘩 這隻乳豬真真正正 做到皮脆 肉亂 不肥 夠汁水 你看看 雖然138元 但告訴你 質素絕對不錯 而且它的皮很脆 咬一塊給你聽 先點了醬 咬得爽一點 咬一咬 咬一咬一咬 大家都聽到 那些咬咬的聲音有多厲害 大家可想而知 而且這裡的調味調得很好 有很多乳豬 我經常都說過 裡面醃得太鹹 鹹到過濃 裡面就會變成沙尼督的感覺 這裡完全沒有 而且你看看它的肉 很嫩 燒完之後還很香 你看看 全部汁水脂肪是足夠的 有人說過 那些乳豬可能會翻燒 或者怎樣做 這裡我感覺不到它是翻燒 第一 你看看 全部齊齊齊 看不看 整個四方果 可想而知 這個一定不是翻燒 再加上它也夠熱度 這個我覺得真的認真不錯 挺好吃 你看看 這裡的皮 顏色是淺色 不是深色 所以應該 不會有焦 還有有翻燒 還有一碟 砂糖 還有乳豬醬 當然我們很有趣 我喜歡吃乳豬醬 老婆喜歡吃砂糖 我們很多時候 這些調味料都不會欠吃 因為各有各喜好 這個138元 我覺得很划算 還有很好吃 這個是花膠北菇肉掌煲 價錢168元 試完為什麼叫這個煲呢 就是因為時應告訴我們 乳豬要訂的 沒有啊 你今晚沒有訂就沒得叫 結果我們就打算加一個菜 就選了這個 花膠北菇肉掌煲 拿到上桌的時候 熱辣辣 還有份量拍下去 都像餐牌的相片 其實它每樣材料都有四塊 包括西蘭花 北菇 花膠 還有鵝掌 我試了其中三樣 主角鵝掌就留給老公說 西蘭花它搓的時候 這段時間拿捏得很好 吃下去爽脆 但它輕輕沒有拌勻醬汁 搓完之後就直接放進鍋裡 做其中之一份配菜 打算混合到那些包汁 待會吃下去的時候 有些鹹鹹的鮮鮮的味道 但是顏色真的很清脆 吃下去的口感也非常好 因為我喜歡吃爽口的西蘭花 不喜歡吃軟的 而北菇 我試了一塊 就比這塊小一點 它的豐厚程度很滿意 超過1cm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 它不僅只有軟的 它是很滑 有一點脆口的感覺 菇的椰味和木味 全部都沒有 只是滲出有菇香味 沾染了表面的包汁也蠻好吃的 但你問我是不是用包汁味道 整個菇都是包汁的味道 它就不是 是表面有包汁味 裡面只有菇香味 就沒有包汁味 而花膠也夠大 它不是爽口的 它是比較軟滑的 吃下去有一點黏口的感覺 但是花膠很濃烈的 原先本身的味道 就不是很強烈 它是輕輕點到即止的 但是口感就相當好 因為它夠厚身和夠軟滑 整體上 它的份量我覺得 都像是一個四人份量的小菜 因為它每樣東西都有四大塊 最後就交給老公說鵝掌 最後就說說鵝掌 鵝掌來說 它這裡比較有一點 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 我先以為鵝掌會比較濕潤 肥嘟嘟嘟 而且會比較鬆身 咬下去有一點 好像鮑魚鵝掌煲的感覺 但是來到事與願為 它有一點像什麼 像鴨腳窄的感覺 味道也很像 你說這是鴨腳 我也可能會相信 但是如果你說鵝掌有這麼大的鵝掌 它也不可能 鵝掌會比較細小 而這個我相信是鵝掌 但是它的質素就比較不好 這個我就吃到有骨膠原的感覺 因為鵝掌始終會粗一點 沒有那麼多骨膠原 這個只是說 它買回來的質素不好 但是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這個鍋來說 168元 我也覺得很值得吃 而且它足四人吃 我覺得也不差 最後我們這次真的要點個飯 因為其實 那個套餐來說的東西比較少 就算想起乳豬 加多個鍋也不夠我們吃 我們在想點白飯好 只點個炒飯好 如果點兩碗白飯 其實說真的 現在的飯都15元 30元兩個白飯 倒不如點一個 叫飛翠蛋白炒飯 88元 其實我打算這個飯來到 應該都挺帥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菜式都覺得不差 我覺得飯的東西不太難攪 是不是 錯了 這個真的比較 可以說彈 首先 你看看 它的飯一塊塊 告訴你 這些是隔夜飯 很多時候外面 現在都很想用隔夜飯炒 多數會煮一些新鮮飯 或者煮一些 一碗碗的白飯 拿來炒 其實飯的東西 因為不是太貴 我覺得新鮮飯炒 也不是太難 只是說師傅的功夫 不懂用新鮮飯炒飯 我不敢說 裡面的蛋白 你看看 炒到 乾到媽媽都不認得 我也不會說 它好像 旱貴炒飯 這些叫做 乾身的 另外 菜粒也多 其實它切這些 是西蘭花的框 你看看 真是物盡其用 將西蘭花不要的框 放進去炒 另外 它就放了蔥粒 蔥的份量不太多 這個飯炒起來 第一 放油 不放太多 是好的 但外於飯真的太乾了 再加上你不放油 就真的乾上加乾 吃下去有少許 硬胃的感覺 另外 它就放了一些 我也研究了很久 是不是炸瑤柱絲 是不是蝦米碎 錯了 這些是什麼 給大家想一下 這些 是一些 炸了的東西 的粉漿 剩下的碎 拿來做一個裝飾 所以我為什麼吃的味道 也吃不到 是有什麼東西 它又沒有油益味 又沒有一些 炸了出來的 其他配料的食物 這些是一些炸剩的碎 就像是天婦羅的碎 這個飯 因為我88元是否值得吃 是不值得吃 以及不好吃 這個我覺得就比較一般 變成我們身份 應該叫白飯 比叫這個炒飯 或者叫一個粉絲鍋 都會好一點 這裡的食物 其實基本上 小菜來說 我覺得不錯 唯一衰收尾就是這個炒飯 好,來個美人照鏡 魚在這裏清潔 好了 接著說到我的最後總食評 今天這間新華丸酒家 上次吃完蒸氣鍋後 對乳鴿念念不忘 每次想起乳鴿都會想起這裏 當然今天也真的不放過這個機會 而且天氣真的太熱 想不到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吃 本來今天想去遠點吃飯 但是不行 熱得太恐怖了 所以我剛才來 還是乘的士 有時不是想乘的士 我也很想乘地鐵走過來 告訴大家路線圖 但真的很辛苦 不是開玩笑 我相信如果我在地鐵走過來 我怕我未去到門口就已經躲在這裏 接著要爬上來 等冷氣養一會 我才會醒醒 不要說這些笑 今天超值兩位任選套餐 其實它的質素真的不錯 包括它的羹 宿米魚圖羹很難得 它的濃潔度和熱度都足夠 是很難得 加上蒸的魚又不差 魚鴿當然不用說 我們沖著魚鴿 老婆說我先拍魚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嗎 我的喵喵喵 真是骨都算了 你看我的喵喵喵仍在選骨 哈哈哈哈 那說一說 其實今天這個餐 我們可能選一些選的 那個橙瓜牛肉 還有魚鴿 魚鴿當然我真的沒有選錯 而且魚豬我先想要很失望 我們叫半隻 他說沒有 誰知道他說最近有 亦是做得不错 很好吃 猜不到这个乳猪虽然没有夹饼 但我觉得认真不错 唯一今天最失望的就是炒饭 这个炒饭我真的觉得完全不值 这八十几元是吃不完 我给大家看看 我最后拆掉菜粒和蛋白 剩下的饭真的不吃 我真的很怕会狠围 虽然是否今天还差一点 是会差一点 但我觉得回去吃其他东西比较好 因为他还送糖水 旁边也有 旁边吃完了 走人了 他也有糖水送 我们两碗糖水 当然喵喵在吃一条鱼 那我就吃了一点 这个绿豆沙的甜度是刚好 我觉得很适合中谦 也做得不错 真的不差 所以今餐整体上 卖又卖了单约七百八十三元 我觉得完全不贵 是可以用便宜来形容 这家店上次的蒸汽锅 我已经很欣赏了 我上次看到很多人吃晚饭 我心想 一定要找一次机会 来试一试版法 殊不知真的不错 我觉得真的不差 第二 这里的冷气是完美的 包括我上次 老婆说 对我们来说完美的 对你们来说 可能要戴件衣服 因为上次蒸汽锅 我也觉得这个冷气很棒 来到隔了一段时间 到现在仍然很棒 所以真的不差 其次让老婆说一说 老公一说完美的 我可怕她忘了提醒你们 带回衣服 我记得上次蒸汽锅 最后提醒食品的时候 我是被她吹到鼻纹 今天选对了 觉得凉 但是暂时 都没有鼻塞鼻纹的感觉 所以真的一定要一定要 记得记得 带回外套 而且很有趣 她说原来近长边的位置 那些冷气是因为没有风口的位置 她就说没有那么冷 但是刚才我走进来 都觉得那些位置是很凉爽的 你们记得记得 选择那些长边位置坐 都要穿外套 否则真的吃吃吃都会打个黑痴 那除了这里冷气够冷 我觉得桌与桌之间 一点都不不夹的 那些适应服务非常之好 其实她不是很多适应 但是真的招呼周到 有如我上次吃蒸汽锅一样 她又要服侍外面 叫小菜的桌子 又要来服侍我们蒸汽锅的桌子 其实蒸汽锅 我觉得适应更辛苦 为什么呢 每隔几分钟她就响一响 她又要帮我们分了两碟食物 接着又要放些未蒸的食物 又要按时间 每几分钟就响一次 而且款式多 她真的要来我们的桌子很多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她们的服务真的很好 因为她其实严重人手不足 但是我觉得食客都没有投诉 还有今天平日 想不到也有这么多台客 还有好几台是选了房 所以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笨 真的招呼得很好 好体贴 还有呢 这里虽然留底矮 但是我觉得那些声音 嘈杂得来 都是可以容忍到的 我觉得气氛热闹得来 又不会觉得很炒耳那种 食物方面 刚才老公不断赞了 真的好欣赏她的烧尾 和小菜 份量够多 和煮的锅器又有 煮完出来 最重要是够热 热热吃又真的特别好吃 尤其是汤品和糖水 真的好够热 其次方面 炒粉面饭我就不知道了 暂时我今天试到那碟就不合格 因为它不单止胃 它有点黏牙的感觉 所以 最后我们真的决定不吃了 反正有糖水送 我觉得肯定够饱了 那就算了 还有价钱只不过700多元 我突然又想起了 望月楼 我吃点心不满意 又不吃得够饱 也900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老公还提我1000元 我觉得这里700多元 我吃了这么多东西 我都喜欢的 只是炒饭差一点 其余的东西 我都很满意 我今天真的吃得很开心 而且老公每次看到 网友吃乳猪 她就不抵得了 她又要问我 这里有没有乳猪 第二家专专吃乳猪 好好味 再介绍给你们 我今晚说的就是这么多 好了 今天人真的挺多 你说是否吵到 头都尺尺那只 不是 我觉得可接受 因为有人打麻雀 也不觉得太吵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看我的影片的话 订阅真好 分享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 哇 卫生猫真是吃得咬咬你 个碗绿豆沙 给她吃完了 我现在先吃第一口 拜拜